古董交易家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在德州一間舊貨鋪 買了一個標價三十五美元 大約是新臺幣一千塊的大理石頭像 不過經過鑑定之後 這個雕像竟然是十九世紀巴伐利亞國王 收藏的古羅馬時代的藝術品 沒有人知道這個雕像是怎麼來到德州的 不過最有可能的推論是 二戰期間由美軍將他帶走 而這名古董交易家 在跟德國政府交涉之後 終於答應完畢歸照 雕像會先在美國的博物館展出 二零二三年五月之後 就會運回德國